几个月真的要18万多了 18万多块钱的 两三个月你用了18万多块钱的水 对 你家几口人 走光个儿子安良 就你俩 嗯 只是生活用水 生活用水 刚才没有给个东西 两个机子啥都没有给 怎么会用这么多的水呢 那他说呢 睡标现在已经走到哪个数了 据户主郭女士反映 出现这种情况 他们家现在已经是停水状态了 平时的用水全都靠体筒去邻居嫁接 三个月用18万块钱的水费 如此天价的消费背后 究竟发生了什么 郭女士表示 他们家里只有他和儿子两个人生活 平时用的也都是正常的生活用水 从没从事过什么商业活动 然而供水厂抄水表的时候 发现他们家的水表走了 99814立方 换算成水费已经价值18万元了 对此 供水厂只让他们尽快缴费 不仅如此 供水厂还给他们发了一个 欠费停水通知单 上面显示 郭女士已经欠了18万4655块钱水费 99814立方米 现在交给多水 我看写了一个停水通知单 18万4655元 这种情况 特派员也是第一次见到 为了了解情况 特派员找到了供水厂的员工 然而厂里的员工也说不清 郭女士家的水表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这都是施工队安装的 他们只负责收水费而已 对此工作人员还表示 他们还曾帮郭女士把水表卸下来 进行对比校对 结果显示水表是正常的 得到回答后 特派员开始询问工作人员 这个事件发生之后 供水厂有没有派人调查 是什么原因让水表几个月走了9万多立方 对此供水厂员工表示 他们已经在落实这个问题了 只是结果还不出来 看到一回答关键问题就要走的员工 郭女士立刻上前拉住他 要他给一个合理的解释 工作人员表示 他们的领导一定会给他一个合理的方案 不愿放手的郭女士表示 这么多天以来 他一直都没得到解决方案 供水厂连他的电话都不接 只是不停地催他交水费 你这表我现在要给你压钩了吗 你别管你这个事你不得解决了 我现在你小了吗 那现在啥问题了 你不得找你解决了吗这个事 领导车拿出这个方案的 看到这种情况 特派员也提出了自己的疑问 这样高昂的水费应该是郭女士承担的吗 供水厂有没有调查清楚 这到底是不是郭女士用的水 毕竟两口人的正常用水量 怎么可能几个月就达到18万块钱 工作人员表示 这是因为郭女士家里有井 自来水全都进到井里了 那天他去郭女士家检查的时候发现 他们家的水一直在流 郭女士表示 那是因为他家有回水房 面对反驳 工作人员又说 几天后他再去郭女士家检查时 发现他竟找人维修了流水问题 就算现在去看也发现不了问题 为了解决问题 他们一行人又来到了郭女士家里 特派员也提出了疑问 这半年时间里 供水厂难道没有查过水表吗 工作人员表示 水表是查过的 只是当时查的时候 郭女士并不在家 而且农村里 很多人会把水表埋在地下 他们都是两个月抄一次水表 对此郭女士表示 家里一直都有人 她说她来过家里 可是监控录像并没有记录 听到这里 特派员认为 供水厂员工两个月抄一次水表 没人在家 抄不到就离开 这一做法也是存在一定的责任的 毕竟如果按照流程正常操作 就能早点发现问题 尽早解决了 咱这两个公司说的是 两个月要抄一次表 咱也没有抄到位 其实这方面咱也有一定的责任 要不然早点发现 不会出现问题 我只看他这个 不要让他这个勇爱所 那你觉得可能不可能 那我觉着我也是不可能 咱人家的去小标来 标也叫过来 不是没问题吗 那没问题呢 我也没法 那现在在证据没有确认之前 你为啥要让人家来交水费呢 说到底 郭女士两口人 确实不可能 在这么短的时间里 用这么多的水 但是水表既然没有问题 水表产的员工 也没有办法解决 特派员则希望 供水厂能够调查一下 郭女士用水的真实情况 之后再下定论 毕竟18万 并不是一个小数目 最后供水厂员工表示 他们会尽快回复 郭女士家的用水 再给她装一个新的水表 看看她家正常的水费 究竟是多少 让她补一个正常的数额 之前的18万水费 就算了 不会再追究 那损失这么多水 这也是国家的一些水资源 那对 但是找了这种人 看问题出在哪地方 以后会不会必然 再出现这种问题 现在同样的 现实物再装个标 再使一段 看它是多少回 不得现种种 种啊 那啥拿药干 那个卸过来吧 那可以啊 在特派员的调解下 郭女士也同意了这个方案 按照他们两口人 正常的水量来算 至此 这场天价水费的纷争 终于告一段落了 事实上 发生这种情况 供水厂应该第一时间 前往调查真实情况 了解事情的真相 在下判断 才是真正负责任的做法 她说她是真正的 小山